十年修的同传度 不是 前面是怎么唱的 十年修的同传度 十年修的 新白娘子里面有那首歌 是你们唱过的 《青城山下》 对对对 《青城山》 太好了 就这首吧 《青城山下》 《白素贞》 《登登登登》 《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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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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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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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登》 妄秀菩萨来电话 独我苏贞亚初凡尘 嘿呀嘿嘿哟 嘿呀嘿嘿哟 独我苏贞亚初凡尘 太好听了吧 就你俩这音色是这么互相调出来 互相搭出来的 还是说就天然的你俩碰撞在一起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跟他的声音就特别像 火锅底料里面加了牢骚的那种 这个比喻还挺天合的 今天我发现关键词就是牢骚两个字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牢骚和火锅始终是不能在一起生活的 我听说一个传闻 我就借这个机会求证一下 说好妹妹要解散了 是真的有这个计划吗 就想说solo一下下吧 solo一下发现 solo一下挺好的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 就在一起有在一起的好 是谁先说要出自己单独的EP的 好了 是我 就一直都会觉得 有一些好妹妹之外的自己想要再尝试一下吧 其实 为什么会叫好妹妹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唱的歌是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 当时想就是我们俩第一次合唱是真的对的 我今天突然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 为什么 为什么妹妹都会很憔悴 可能因为哥哥一直要讲道理吧 哥哥的表情很无奈 哥哥累了 感觉孟阳现在随时可以上岸逃走